这个视频和大家分享一下 罗技G系列鼠标的软件设置 昨天这个鼠标垫收到了雷蛇的 已经做过开箱视频了 用上之后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那就是这个鼠标特别贼那个指针 动一点跑得特别快 这个鼠标支持很多DPI的档位 还得需要重新设置 因为这个鼠标它有一个软件设置 可以识别不同的鼠标垫 我之前这个鼠标垫它的颗粒感很重 但是这个新鼠标垫特别的滑 特别细腻 所以说这个鼠标手感就有问题了 我之前用的罗技的软件叫什么 忘记了大概八九百兆 好像是9.02版本 很久都不更新了 这次我去了一下罗技的官网 发现有很多软件 但是没有之前那个软件名称了 于是我就问了一下他们的电话客服 他们告诉我这个软件叫罗技GHUB改了 这个软件好像才四五十兆很小 下面我拍一下屏幕 是这个软件 这里能够识别出来它叫G502 这有查看不同的显示方式 这个叫板载内存模式 就是这个鼠标所有的设置都存在 这个鼠标的内置的存储里 然后这个是设置 设置是可以调的 调好了之后还可以保存到它这个鼠标里面 即便是换了电脑仍然是可以用的 这个是设置 我们先点设置 然后点启用 启用我们右下角看见了 当前使用的是800dpi 然后右侧这个板载内存用的是1 默认 左侧有灯光角度什么启动效果 这都很好理解 关键是这个位置 叫表面调节 这个雷蛇黑是我自己添加的 通过这可以添加表面叫123吧 回车 然后它让我在这上滑 这个滑刚开始滑的时候有个问题 我滑慢了 但是它这个速度是挺快的 我得按照它这个速度滑 刚开始滑慢了 识别出来之后 它的速度还是很快 还是很贼 后来我就重新滑了一遍 我第二次滑的时候就很快 就按照它这个速度滑了 滑了完了之后 这个手感就回来了 很舒服 它是在识别你这个鼠标和这个鼠标垫 然后既然说到设置 再说一个 其他怎么设置呢 像DPM 点这个 USB 这有一个灵敏度 我给它设置了五个档 800 1200 1800 2400和6400 其中1200是默认档 按这个鼠标的这个位置可以升档 这个位置是减档 我给你看一下这个默认是一档 DPI 然后升级格是二档DPI 然后三档DPI 四档DPI 五档DPI 分别对应的就是 这个 现在是五 六千四 两千四 这还是可以调的 然后这个也是可以调整的 太高就不太适应了 但一调好了之后呢 下面还有一个叫分配 我还是降一下 右下角还有通知啊 我觉得800到1200还是比较合适的 如果太大就会显得很贼 下面是光效 怎么保存呢 再说一下 当我设置完成之后 这些设置都是在这个电脑里面设置的 怎么保存呢 我也没能太懂啊 然后要把它打开 保存此细节 然后在这位置选择用什么来替换 替换桌面 这个默认选项就可以了 我就不保存了 这个保存是有一定的时间限制的 如果你用的也是罗技的G系列的鼠标 可以从它过往下载这个软件 好好研究一下 这个表面是可以设置的 它还有三个自定义配置 这个自定义配置好像是按这个键切换的 我呢给它去掉了 嫌麻烦 就给它用一个调DPI的就可以了 这个是调DPI的 最近也就遇到了这件事 和各位分享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